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昨天有篇报道说 在围绕着长江上游 长江库区应该是 水库上游四周 在过去七天里面 我说是7月8号 从7月2号到7月8号 在过去七天里面发生了 14次的浅层地震 浅层地震一般定义呢 就是震中距地表不到15公里 不到15公里 我印象原来一般通常是10公里 现在标准是15公里 地震的地区在云贵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西藏 还有在他另外一个在新疆 那震级呢都在三级到四级 超过四级以上的大概有四个 12个里面有四个 其中7月8号这天呢 就在云南 他说在云南大理是哪儿 附近地震4.2级 那距地表只有8公里 这种事情呢就显得非常的特别跟突出了 这个如果按照地质学的角度来讲 今天的三峡水坝建立在中国 整个中国版图上最强悍的地震带上 中国大陆处在太平洋板块 欧亚板块 欧亚板块就是欧洲跟亚洲的大陆板块 和印度次大陆板块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看到的印度 巴基斯坦跟斯里兰卡 就往下一路洋出来的一个角 那叫印度次大陆 这三个板块不是连成一体的 所以呢 太平洋板块呢 就顺着日本 你看到的日本跟这个台湾 菲律宾印尼 就这么差 这是欧亚大陆 这是中国 这是太平洋插进去了 就这么一插进去 接触的地带 就出现了海沟跟岛屿 在大陆上就是山脉 中国的 从北到南的山脉 就是太平洋板块促成的 所以最早呢 最外面呢 就是日本列岛 台湾岛等个一连串的岛屿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 你就看到这个长白山 大家知道长白山 五一山 这个长白山 泰山 五一山 就是福建那一面 那是第二条 第三条再往这边呢 就是大小新安岭 然后是太行山 往下 一直到应该是秦岭 到了秦岭 到了四川的这个东部 这是这一面 这是第三条 再下一条 再往下 应该是有是没有了 我忘了 这是我们通常学习的 中国的 就是太平洋板块插入 欧亚板块之后 造成的山脉 纵向 横向的 从下边往上插的 从下边往上插 印度洋插进来 最靠北边的 北京的北边 燕山山脉 燕山山脉 应该叫 燕山山脉 然后习近平去拜女娲庙的 秦岭一带 大小秦岭地区 另外一条就是昆仑山 再往下 昆仑山 其实就是川北的山脉 一直进入了这个青藏高原 再过去 就是中间你看到了 有四川盆地 然后那边就是 应该到了 这个云贵高原那边 它已经成为了高原地带 和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 就是印度次大陆 插入了欧亚板块之后 形成的山脉 这个三峡水坝建在什么地方呢 三峡水坝就建在太平洋板块 插入到欧亚板块的头上 这一头是印度洋板块 对不起 印度次大陆板块插入欧亚板块的头上 这么交叉的点 就是三峡水坝的位置 人会选地方吧 没事它都晃悠 那这三个东西就是裂缝 就像你脑袋壳似的 脑袋壳这中间是缝啊 那个缝的地方 你按照 这都按照科学的说法 咱学过这个 四十年前了 地内有地热 地内的热量就是能量 它透过这个板块的缝隙 这地方就放外发能量 发大幅了就是火山爆发 你看那个富士山就是发大幅了 火山爆发 就你脸上长个包 屁股上长个包一样 火山爆发了 那如果没发出来呢 就是长骨刺了 里头它就开始折腾了 地震 就这么回事 这是人家科 咱只说这是人科学的说法 所以那个地方 在按照道理上说都知道 三峡水库地方去看风景 因为这个地方它折腾 所以风景呢 是一般地方没有的 但是你要给它堵上 盖上水库呢 你是找死的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许章论被抓 应言获罪 这个事是非常荒谬的 他是62年出生 83年这个学 学法律的大本毕业 然后 他是地方的一个法律学 西南政法学院 西南政法学院就比较低了 然后他转到大概是北大市清华 读了法学博士 法学硕士 然后到了澳洲 读的法学博士 从澳洲 七年 两千年回到中国大陆 就成为了 应该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 这个副教授 五年之后 2005年 被评为中国最著名的 十大青年法学家之一 杰出人才 他跟高智胜类似 高智胜其实比他小一点 但高智胜是自学的 自学称才的 高智胜2002年 是中国十大律师之一 所以高智胜是律师 他是法学 法学就是有着国家宪政的概念 非常有名 那我看很多人评价他 包括有名人评价他 都把他评为才子 蓬佩奥 敦促中共国释放 徐章云 这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讲述的 星期一被当局 从北京住所抓走 嫖娼 这蓬佩奥 直接抨击了 中共的做法 其实他 其实这个概念 这个表达出来的故事呢 原因就是 许章润 指名典性的 习近平 让他赶快下台 然后指名典性的 今天这个社会 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完全败落的社会 那就像我刚才介绍 他的用词 他的表述 非常的才子 就跟习近平列书单 表明自己读过这么多书 来彰显自己肚子里有墨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开玩笑 大男人六十几岁 列出书单 说我读过A 我读过B 我一直读过D 后来我读过AAA 什么书 不知道害扫 那可不是叫要脸不要脸 他是不懂得什么叫害扫 真的 就是吹牛皮 吹的也有点 太山区了吧 太山区的意思就是 他说你是城里人 你是西城的 东城的 那厉害 对不对 北京来说 海淀的 海淀的有文化 朝阳的 朝阳的有门路 那都是跟老外打交道的 那西城东城都是中南海 有人住官场里头的 北京城 是这么来的 我刚才说的意思 亮书单的意思 就是他不单没见过世面 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人 不知道 但他觉得自己知道 因为有权力 所以列书单的习近平 面对今天出口成章的许章运 羡慕妒忌恨 里面有相当的妒忌的成分 李安友 李安友是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是美国的法学专家 许章运被捕显示 中共以不在乎国际的观感 你看 他用这个词 这是美国之音翻的 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 你在评价许章运 说不在乎国际观感的时候 今天的港版国安法 第三十八条 三八 三八是骂人的 对不对 三八如果原说的话 愚蠢 笨博 大脑进水 猪头 其实就这个 而且他骂的是女人 如果把习近平定为三八 不就正好应对吗 第三十八条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受控于 这个港版国安法 第四十三条 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有政府 所有国家 所有政党 必须听从 香港警务处处长 警务署 警务处处长 当警务处处长 香港警署 发出通知 要求你提供 要求你川普 提供相关资料 你川普必须答复 如果你川普不敢答复 罚你钱 十万港币 关你半年 我要求美国的FBI 透过国际刑警组织 我抓你 川普 要引渡到香港 坐牢的 开玩笑 那是法律 今天习近平的荒谬 就到这份 他就真干了 这法律在执行 这哪里是在乎什么观感呢 所有今天地球上生活的精英 什么都不信的人 你今天遇见了妖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